大家好我是小小藥师陈宜安 各位蜜粉们是不是在等我说正确用药保平安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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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不是要拍摄麦德森事务所 今天要带各位蜜粉们来认识的是最近很夯的 增肌减脂疗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 过年前不小心吃得太多身材有点走样了呢 如果说你是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 总是抽不出时间运动 或者是再怎么运动都练不出理想的线条的话 那你就不能错过今天的特辑啦 跟着我一起看下去吧 很多想瘦身的人经常会在保持一阵子的运动习惯后 就遇到了停滞期 这个时候如果有个强力帮手来拉一把是很重要的 不过增肌减脂疗程到底适合哪些人 又有谁是不适合做的呢 第一个就是对自己身材有所要求的人 第二个呢就是说一定已经有健身习惯 而且已经健身出一定的成绩 但是你还想要好还要更好的人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泡芙人 有些人虽然看起来身体瘦瘦的 但是其实身体的贴脂肪是很高的 这些人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泡芙人 所以在这个CM Slim的帮助下可以帮助这些人增肌减脂 这台仪器呢它主要就是利用高强度高密度的聚焦电磁场 刺激你局部的肌肉达到一个收缩 然后达到一个被动运动的效果 它可以运动的范围呢包括你的上手臂 然后腹部你的臀部你的腿部都可以做到运动 在每一个疗程大概是30分钟 它大概可以达到相当于做2万次的仰卧器做过2万次的深蹲的效果 那我们今天要帮你进行的是HIIT的模式 所谓HIIT呢就是高强度的间歇性运动 会比一般的有氧运动多燃烧25%的热能 所以它对于减重啊肩脂来讲效果其实非常的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啰 我们这个疗程呢会有30分钟 前面第一分钟呢是肌肉的伸展 然后后面有5分钟是肌肉的暖身 然后之后会有4个不同的训练模式 以及最后4分钟的收操 虽然增肌减脂疗程已经让我们事半功倍了 但是一定还是有蜜粉们很关心 疗程到底要做多久呢 其实根据每个人情况不同 也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 疗程时间当然也就不一样啰 每次疗程呢大概是30分钟 所以我会建议每个礼拜来两次 然后大概在8次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改变 而CM-Slim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疗程 所以它其实它的次数是无上限的 所以其实是按照每个人对自我的要求来决定的 看到这边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很好奇我们的疗程做起来是什么感觉 那我们请CM-Slim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体验的过程中啊会觉得有哪边特别酸或是痛吗 我觉得其实不会痛耶 就是酸的感觉而已 可是都还可以接受 那那个酸的感觉是类似运动吗 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吗 那个酸的感觉就很像是你做棒式一直撑在那边 然后跟你做臀腿一直撑在最高点 肌肉有酸痛感 可是都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谈到个人的经验啊 这边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周院长 一般像是Q米这样接受增肌减脂疗程的人 生活习惯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首先呢还是要保持一个均衡的饮食 其实呢就是原本的运动习惯呢还是要继续保持下去 第三的话就是要保持一个唾息的正常 让自己有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对 如今想要打造苗条体态 不再需要密集的高强度运动和重训 搭配非侵入式的塑身新科技 就可以帮助体态管理更加事半功倍 也可以辅助有运动习惯者挑战更高难度的训练 但是也要提醒各位蜜粉们 适度运动和营养摄取仍然是必要的 日常生活也不可以太过放纵哦 以上就是美伊特发员陈宜安在现场的采访报导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掰掰 感觉是细练到很深的肌肉耶 对 因为它的 它电磁场的深度有到7公分 所以是可以练到我们平常练不到的肌肉 超酸的 要不要再更酸一点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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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老师 老师